大家好 又是阿斯健璋比賽馬貼士的時間 今次跑星期日跑10場賽事 七草三泥 大家可以去想想哪幾場是值得你投注 或者哪幾場你就覺得要小心一點 今次跟大家精選了第2場5班2200的賽事 來到5班的賽事和去到2200的長途 都要考驗馬夠不夠力可以爬回來還有第5班 大家都要想清楚怎樣買 所以我精選了一隻馬 我覺得他今次下回5班 是有些機會的 立即看回他上次在4班怎樣跑 跟大家重溫就是程翠上次在4班2000的賽事 他的跑法 見到8號白北地色衣服那隻 就是程翠現在在第二搭帶第四位那隻夾住了 黃黃地色衣服1號民伍傳奇就是程翠 現在放頭5號紫色紅地色衣服那隻 灰灰地色那隻就是威高星 然後看到3號那隻是翡翠6 現在看到其實程翠在這個賽事裏面 一直都是貼著條欄 都是有一個不錯的走勢 但是跟著馬群都是沒有什麼走勢 當然對著這班4班的對手就跟5班不同 始終的實力就有一點距離 加上這隻馬都是老人家來的 都是跑了不少的日子 但問題就是有時候那些老馬在季尾 如果他在正確的路程大家都不妨去試一下 剛剛那個星期那隻歡樂小智 都是一隻老馬老黃鐘一樣 都是被他偷偷偷得到 看看這隻程翠今次下班會不會都是 找到真程翠 這次威高星其實都放得很輕鬆的火車潘 一直在前面吊著亂 然後姜誠慢慢地放 就都是拋離了馬群一個多個馬位 然後11號就是獨身訂造 還有1號那隻就是文武傳奇 但是文武傳奇跟著跟著都不是很多 反而看到這隻程翠一直咬著文武傳奇 後面就不散不斷 雖然外面就有隻灰馬走上來去威脅前面的馬匹 但是一直都沒有辦法跟前面那隻威脅高星 因為始終威脅高星在這群馬裡面 能力比較高一點 看到3號那隻PH6 剛才說的那隻灰馬 最後就過了一隻程翠 但是程翠你看得到他 整群馬都是跟到在馬群裡面 雖然不是見他是一個很有明顯的追踩 可以追踪到上面 但是你對著一群實力都叫做四群的馬 他都可以這麼近的話 這次其實都落到五班 又有周俊落 減5磅 128磅 我覺得他都會幫這隻馬 看看會不會在季尾的賽事裡面 對著一群實力差一點的對手 去贏一塊場 因為始終這隻馬 長途都有根據 我覺得在質素上 他落到五班是有好處的 所以就找他做膽了 至於腳方面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幾隻選擇 第一隻就是龜泰地 今季他都很準的 演出有一邊四匹 最近那次跑第二 今次過檔虧一些11檔 不過2200的長途賽事 還有田泰安期 也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始終田泰安都是外檔 比內檔好 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 牛精輝煌其實之前兩次跑長途 都是近過 上次跑過不是很好的名次 都可以想一想 因為上次沙田2000 給過10檔 之前那兩尺跑馬底 還有沙田的2200和2000 他都是排內檔 今次有個內檔三檔 彭岳連騎 都可以兼顧 因為始終這隻馬 都算近排的狀態是好 你知道來到五班 大家鬥爬的情況 都是選一隻會贏 或者近來有表現 最後一隻去介紹給大家 就是翔心星 翔心星其實就 上次的賽事 在跑馬底2200 他都已經贏了田泰安期 這次用到雷神騎 還有一個綁也不是很重 128磅 殭城絕對大家不用擔心 還有方家柏雷神 這些馬我覺得臨場會熱門 但是如果在質素上 我覺得晴翠的質素會高一點 我這次會用晴翠做膽拖 君臨大地 油精輝煌 還有上心星 如果你說買三四重彩 就記得複膽買了 各位除了看我們的影片之外 記住就是那四幅曲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做會員 按鐘仔 like我們的片段 share我們的片段 還有最重要 就是多多留一些comment 給我們的影片 讓我們的影片的 kickway或者heatway都會高一點 除了大家做完這些步驟之外 我兩位好拍檔 Matthew和阿鵬 近來的心碎 中到啪啪聲 大家記得 連結合他們的片段 一定可以幫你 在接下來的星期日找到多少 OK 下條片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